光丰地区农会为了朝向多元化的经营方式 10号上午南下复理箱农会新开张的复茶堂取经参访 特别针对了农会与林管处合作活化闲置建筑空间的议题 向复理箱农会请议 双方交流热烈 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亲自率领各谷部主管 上午专程南下复理箱参访取经 今年新春南花莲最夯的布里乡农会布茶堂农民直销站 布里乡农会秘书林辉煌推广部主任邓富翔 热情接待导览说明 我可以听您的新的服务黄阁长说 这边以前有几栋木屋 你给它探掉了 他们猜着 设计会就不要 不用设计会 就从事是无论这些给人进来 从参观DIY体验室 亲子空间到复茶堂主建筑 空间的规划 动线设计到各主题特色的营造等等 布里乡农会不常思 大方分享 尤其针对和林务局合作 画画闲置空间建筑 以及农民直销站设立等议题 也给予诸多的提点与建言 让前来请易的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帅领的取经团收获良多 今天特地我们带几位主管 特地到我们复礼箱农会 来看他们新辟的一个复茶堂的点 我想我们光复箱也是很多的农特产品 也是很多需要去经营规划的 所以我们特地来这边复礼复茶堂 来学许观摩 希望观摩回去以后 针对我们地方上的 不管产业文化小农 农产都有所帮助 可以造就增加地方上的一些效益 复礼箱农会多元推动在地农产业 提供消费大众产业丰富多元的面向 官方地区农会农产资源 原名部落人文产业特色也不遑多让 因此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也借着这一次的取经情谊 带领光丰地区的农产业朝多元化经营发展 记者石玉兰 傅里乡采访报道